说话是人之本能,还是一种大智慧,不懂得说话就随便乱说,不仅容易得罪人,还会被人仇视,没有好结果,懂得说话,既不得罪人,也有理有结,才能混得如鱼得水。 有人会说,我说话也没有得罪人,为什么还是混得不好呢?比得罪人更可怕的,其实是得罪了老天,违背天意,那当事人多半命苦福保。 普通人,要想对付一个人,需要谋划多年的时间,而老天爷,要想对付一个人,只需要一个念头就可以了,贯穿人之一生的,既有我们的言行举止,也有一定的天意。 这四种话,最好一句都不要说,否则触犯天意,招惹来横祸,了解俗语,感悟更多传统文化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国学典籍,点个订阅,共同学习。 命格不够,千万不要说猖狂的话。 面对命运,有人会高昂自信地说,我注定会成功。 这种猖狂的话语,常常流露出的是一种过于乐观的态度,一种对命运的膨胀自信。 然而,这种态度往往会让人放松警惕,过于自满,从而忽视一些潜在的风险和困难。 在国学中有句名言,命格不够,千万不要说猖狂的话。 这句话告诉我们,面对命运的挑战,我们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,不要过分自信,更不要贸然妄言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,赢得成功。 统一六国后,秦始皇巡视六国,有一天,他的车队在集市中路过,项羽看到了秦始皇的车架,只说了一句话,彼可取而代之。 刘邦看到秦始皇的车架,感慨地说,大丈夫当如是也,这两人的命运,从那一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在秦始皇死后,项羽和刘邦很快就攻入了咸阳,灭亡了秦国。 只是,这两人的做法不一样,项羽没有延续秦始皇大一统的策略,而是实行分封制,将天下分给了十几个诸侯王,这就酿成大祸了,将刘邦放虎回山,项羽无将自吻后,刘邦夺取了天下,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汉随秦制,也就是说汉朝延续秦朝的制度,所以刘邦成功了,项羽失败了。 过分猖狂的话,能力和命格不够的人,千万不要说,一旦说了,那命运的轮盘就转动了,也许无望之灾就降临了。 怨天尤人的话,最好一句都不要说。 人在遭遇困境时,异常容易怨天尤人,抱怨环境,抱怨他人,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由于外界的不公平或阴谋所致。 然而,这样的态度,只会让我们深陷于焦虑和困境之中,无法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国学中都有一句名言,怨天尤人的话,最好一句都不要说。 如果遇到困境时,我们应该及时反思自身的问题,寻找解决之道,而不是将责任推卸给他人,只有正是自身的问题,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成长和进步。 至圣仙师孔子就说过这么一句话,不怨天,不由人,下学而上达,知我者其天乎。 大致意思是,不抱怨老天,也不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,每天都修身养性,提高自己的德性,以此来上应天意,知我心意的,也许是悠悠苍天啊。 孔子的这番话,那是特别积极的,在他看来,为人处事,解决问题,都需要从自身入手,尽全力去做好自己的本分,那就对得起天地良心了。 至于说是否能够成功,那就不是普通人所能控制的范畴了,命中注定你能成功,那你就成功了,命中注定你不能成功,那你依旧无法成功。 面对失败,很多人都会抱怨老天,说他不公平。 真的不公平吗?并非如此,因为人各有命,所以因果和前途各不相同,少说抱怨的话,不然,老天会把消极的磁场赐给你,这才是真正的大不幸。 恶毒诅咒的话,最好一句都不要说。 只要留意身边的人与事,我们就会发现,那些总喜欢诅咒别人的人,最后竟然自己倒霉了,而别人没有倒霉,为什么这诅咒最后会落到自己的身上呢? 因为胡乱诅咒就等于折损自己的福气,一旦自己无德无福,不就只能倒霉了吗? 这是一个大坏人,那我们说几句气话也没问题。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宣泄情绪,只是,如果这是一个好人,我们却诅咒他,岂不是缺德了吗? 恶毒且带有诅咒的话,那是很奇怪的。 你越说,它越不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,只会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。 恶毒的诅咒只会让我们的内心充满负能量,当我们抱着恨意、怨恨和恶意的心态诅咒他人时,我们的内心也将充满负面情绪。 这种负能量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,让我们陷入愤怒和沮丧的困境。 相反,如果我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,用友善的话语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和情感,我们将会成为更加开朗和快乐的人。 当我们诅咒他人时,我们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或找到解决方案的途径。 相反,我们只是用愤怒和恨意来掩盖我们内心的无力和无能感,而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地面对问题,用善意和理性来交流,我们有更大的机会解决问题并改进现状,只有通过友善的沟通和合作,我们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和和谐。 言语的伤害往往比肢体的伤害更甚远,当我们对他人进行恶毒的诅咒时,我们可能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和尊严。 让他们感到羞辱和沮丧,这将对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。 当我们放下仇恨和怨恨,用友善和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人时,我们会更加平静和满足,恶毒的诅咒只会让我们沉溺于阴暗的情绪中,无法真正享受生活的快乐和幸福。 而当我们用善意和理解之心对待他人时,我们将会感受到更多的爱和快乐,让我们更加愿意向周围的人散播阳光和温暖。 正如曾世强教授所言,人生是什么,就四个字,自作自受,自己做了什么事。 就需要承受什么样的结果,逃不掉的,人生在世,为了自己和家人着想,少恶毒,少诅咒,多积极,我想,人之心境会更阳光。 锋芒毕露的话,一句都不能说,人情社会有一个潜规则,枪打出头鸟,谁喜欢锋芒毕露,谁喜欢强出头,那谁就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,很多人不理解,当出头鸟,就是吃螃蟹,为什么不能鼓励,而会被人打击呢? 因为过分突出的人,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,比如说,在一个班级里面,你的孩子是全班第一,受到老师的赞扬,但是,在同学圈子里面,你的孩子会被很多同龄人所排挤,因为他太突出了。 就好比在一片森林当中,狂风暴雨第一个袭击的,就是那一棵突出来的树木,也许,这不是他的错,只是他太突出,就吸引来仇恨了,出门在外,最好谦卑低调,在有钱也不要炫耀,你的锋芒毕露,只会让别人仇视你,痛恨你,而不会让人尊重你。 言辞可以锋芒毕露,但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审慎,不能随意言辞伤害他人,当我们受到冒犯或激怒时,往往情绪会控制我们的言辞,导致我们说出一些过激的话语。 这些话语可能会伤害他人的感情,并且也容易引发更大的纠纷。 同样的一句话,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理解,当我们使用激烈的言辞表达自己的观点时, 很容易使别人产生对我们的偏见和误解,这不仅可能损害我们的形象,还会导致与他人的沟通困难。 因此,我们要尽量使用更温和和客观的言辞,以便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思,并避免产生错漏的理解。 当我们在与他人沟通中使用过激的言辞时,很容易让对方产生敌对情绪,认为我们是对他们的攻击。 这不仅使沟通变得更加困难,还容易造成更大的矛盾和冲突,只有通过平和和理性的交流,才能够达到更好的互相理解和和谐相处。 我们的言辞和行为都会影响我们的形象,如果我们习惯使用冲突性的言辞,这不仅会对他人产生不好的影响,也会让人对我们产生负面评价。 因此,我们应当尽量避免使用过激的言辞,培养出温和和平衡的沟通方式。 在现实生活中,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交环境,只有善于运用言辞的艺术,才能更好地与他人交流,建立起良好的关系。 因此,锋芒毕露的话语必须审慎使用,一句都不能轻易说出口。 人性永远都见不得人好,既然如此,不妨做个低调如水,闷声发财的聪明人。 人性永远都不得人好,既然如此,不妨做个低调如水,闷声发财的。